羊羊厉害了 内鱼界活雷锋 捧完魏大轩 捧黄锦鱼 全靠无私的精神牺牲自己 同样是消防剧 羊羊被自己的演技创飞 黄锦鱼才是内鱼公认的消防员 他从火光中走来 刚刚播出 大家就已经将这部剧 和我的人间烟火进行对比了 可见人间烟火给观众带来的心理阴影 而羊羊不愧是暑假最火的男人 一部我的人间烟火 让他无数登顶热搜 虽然都是吐槽 但是黑红也是红啊 而他从火光中走来 又将羊羊重新拉出来讨论 只要有一个林露霄在的地方 就有一个宋燕在挨骂 当宋燕面对女主请喝咖啡 不知好歹的宋燕一句 像请我喝咖啡 你得排队 而林露霄在面对女生加威西 一个乐神之后便同意了 咱们就是说 谁不喜欢情绪稳定的男人啊 女主请你喝咖啡 你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何必摆什么pose啊 挺吓人的 他从火光中走来 由黄景瑜和张静怡饰演 经验丰富的消防战长林露霄 帅气逼人 却逼要内敛 只专心于消防事业 因为一场录制节目 认识女主男出 多年前在火场中 就只酷的舞蹈女孩 二人熟食后 感情不断收温 没有口血 没有误会 只有互相帮助和成长 通过这部剧让我们了解了 蓝朋友们的日常生活 和战友之间的情谊 这部剧的热播不仅离不开剧情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 我的人间烟火的造型程度 以至于观众看到同类型剧 便忍不住要进行对比 我的人间烟火可谓是吐槽无限 娘娘表演不够松弛 耍帅过于刻意 让观众神秘疲劳了 而影视剧是艺术来源于现实 但是剧中的剧情竟然离谱至极 女主和男主高中就发生关系 还是在一个厕所隔间 这样的价值观怎么向青少年进行传递 依着伟大职业的外衣进行谈恋爱 女主生活美满 竟然爱上男主平平无奇的一碗白粥 声称给了自己几十年没有的温暖 现实就是当代恋爱脑 可以将挖野菜的王宝川比下去 傅家旅为了想混混 与家里闹饭 早已不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了 作为影视剧 应该给青年人梳理正确的价值观 而不是另一个反面人设 消防员光辉的职业 也在男主的人设下崩塌 送业自私自我 对待女主家人不尊重 并且教唆女主放弃家人 专业知识也错误百出 被诟病最严重的 当然还是洋洋的演技 走路吃饭都不松弛 整个人都很紧绷 并且睡一觉也像一个钢板 给人刻意装帅的感觉 让观众感觉非常不适 男女主玩耍灭火器 被官方批评 女主偷麻子要性情的白痴剧情 这种事关社会规则制度的剧情 被骂只能说是活该 从导演 编剧 到演员集体对观众侮辱 草点太多 已经无处可以吐槽了 因此他从火光中走来 已经播出过无数好评 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黄瑾瑜饰演消防员 可谓是如意得水 游刃有余 对他来说可不是站在舒适区 而是站在了统治区 明明什么都没做 就将杨阳兵上了耻辱柱 不得不夸赞黄瑾瑜剧 你不愧是在内娱扶兵屁的男人 宋艳给消防员留下的烂摊子 你也得感谢林陆萧给挽回来了 不然洋洋之后的日子 恐怕也会不好过 观众再也不想看 披着职业谈恋爱的剧了 我的人间烟火便给了答案 其中这一两部你都看过吗 你对他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呢 4 3 5 1